基隆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近日专程带领科长 拜访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张耿辉非常关心自来水以及瓦斯等管线意外爆管后 必须找得到人紧急处理的问题 要求公务处要赶快建立紧急处理机制 要求各管线主管单位接到反应后就赶快处理 发生不久的前,我们的瓦斯管线出的破裂 我们的瓦斯外泄的一些伪安问题 所幸因为不幸中的大幸也没有重大的意外事件发生 那从这事件也可以凸显过我们共同管线的未来整个 在紧急联络网上包含了管线的旧管线的台湾问题 还有在共同管线开发的时候 务必也请各单位公务事业单位 一定务必要细心的小心的开发 然后有整个配置组 最好能够让我们相关单位要了解 不然一开发下去才发现这个是瓦斯管 这个是水管,这个是什么管 我相信这个都是市民不愿意看到 公务处长陈耀川也回应表示 近期就会召开管线专案会议 研议建立管线单位紧急处理机制 我们会邀请相关的管线单位一起来开会 针对他们现场的一个SOP的部分紧急应变计划 还有紧急联络人的这个机制 我们一定会在当天会请他们 就是协调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完善的机制 把这些相关的一个文件都把它做一个好的一个改善 张耿辉强调像是最常见的自来水管线爆管后流失大量自来水 有时反应后也是好几天没有人来处理 因此市政府公务处要建立管线紧急处理机制 有其必要性来维护民众安全也减少资源浪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10点钟